我们刚刚的Mustware Equation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这是一个微分的关系式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积分的关系式 在讲积分关系式之前的话 因为下课的时候 学生还有同学还有在问的 我想 这边为什么会有户号产生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Divergent J 我们的Current往外 Divergent的部分 那在数学上它就 Divergent J就大于0 OK 那你看到的是 你电流全部往外了 在这个区间的 随着时间的Charge 是不是要减少 电流都往外了 那你 Divergent J是大于0的 所以你是等于负的 Long row Long T OK 这负号 从物理上面去判断 你就可以判断它是负值不是正值 好 这是下课的时候同学问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你这个积分的形式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把它一项一项来看呢 我们看法拉第地理的部分的话 那 Current J是等于这个负的Rong V Rong T 我们看到Current J Dot的Ds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负的Rong Rong T的V.ds 所以你可以进一步的用Start Theory 这个就是E.dl 换句话说我们这边就变成 这是Surface 这不用还积分 因为我们只要一个Surface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面 对这个Surface的 这个围起来的Centure 是等于负的 V.ds 就是等于负的Define底皮 这是第一个部分 这是我们在刚刚 基本上已经知道的 那第二个部分 Current H安排定理 是等于 Z再加上Rong D Rong T 一样的情况 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你把两边 Dot Ds 然后是等于 Z加上Rong D Rong T 所以你看到 这个部分用Start Theory 那就变成H.dl 就等于 Z.ds就是你的Current 这是电流I的部分 那旁边这里面的 Rong D Rong T Dot Ds 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位移电流 我们一般把这一项 叫做 这个I D 所以你现在这个就变成I 加上I D 实际上这个I就是 因为你这个是Condation Current 这个传导电流 这是自由电荷的传导电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有一些书上 会再把这里面加上一个C 就是Condation Current的意思 后面两个部分 Divergent D 是等于Z Z的部分的话 正是完全free charge density 这是Z的部分 OK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一样的 你把 这个 Divergent的部分 你把它 做一个Valient 对整个Valient 的一个积分 那我们说 这个Charge 对整个Valient 的积分 这边 Divergent Theory 马上告诉你 D.DS 这个S呢 是包围这个Valient 的Surface 所以它是一个Crossing Surface 我还是要特别的强调 这里呢 是一个Crossing Loop OK 这个Loop呢 是包围的这个Surface 这个G分的Surface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虽然通通是打一个圈圈 但是一个是线积分 一个是面积分 OK Row dV 你知道是Charge density 对整个Valient积分以后就是什么 就是Charge 那你是Free Charge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这个整个Q是一个Free Charge 所以没有问题的 这是你的电的高湿定理 那磁的高湿定理一样的情况 它是等于0 所以你看到你可以把它整个的积分形式是V.DS是等于0 他就话说Must way question 因为对于这一项的贡献 把所有的光彩 全部集中在他的身上 那照就电磁学里面 这个整个四个 这个完全控制电场跟磁场的四个方程式 就挂上了他的名字 那现在到这个地方也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Displacement Color 到底在这个电磁学里面 最常被拿来当例子的 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我们说 假设这是一根导线 那我攻击他一个电源 这个电源呢 是一个AC的Current AC的Voltage 那V0的Sine Omega T 它随着时间 它的Voltage在改变 那我说 对这个电源来讲 经过一个回路 那当然很简单啊 反正我不管这个电源是多少 我也知道说 只要有电流进来 IT 那这个I呢 是这个IC的IT 进来的话 那这一根导线如果很长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它当成是长子导线 长子导线周围就会怎么样 会有磁场产生了 这里就会有磁场产生了 这是没有问题的吧 OK 那 反过来 我把这个回路呢 改变一下 我说如果它这个是直流电源 那就这个磁场就固定了 但是 它是一个交流电源 我把这个交流电源中间 把它切开来 放进去一个电源 那电源一放进来的时候呢 你马上你可以 看到的就是 因为这个是一个交流电源 你会发现 电源的 这个在这个 电容的两端 一下子 一下子 这边是震 然后下一瞬间的话 它可能是变 护震 对不对 因为这是一个交流电啊 那有没有问题 那你现在你知道说 它是一个交流电源 那这边的 这个 整个的 这个 中间的 我说 我说 这边的电场 T 谁的时间在改变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 那这里的电场 随着时间在改变的话 基本上面 我们看到这整个回路啊 有没有断掉 没有断掉 只不过是什么 你这整个回路是 随着我的外界的电源 的Omega T 变化 我的回路的电流 一下子是这个方向 一下子是这个方向而已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大家都同意 那代表是什么意思 对电流来讲的话 这里是IC啊 那既然没断掉的话 一定有这一个地方 有一个 跟这个角色 类似的东西 你才可以 这个回路里面 是没断掉的 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说 这里面的角色 是什么 跟它 造成这整个回路 没断掉呢 我说 我把它当成是ID 那为什么会是ID呢 好 我先不要用ID好了 免得你说 我是先入为主的概念 我说我是I好了 Plunk好 好 IPlunk T 那我们看到了 我们说 IC是什么 IC 是时间的关系 电流的定义 就是什么 单位时间的电荷的变化 那 所谓的电荷的变化 就是 我们都知道这里面的Voltage Voltage就会降到这里来 那你的Voltage 这个Q的多管 是不是就是等于C 这里面的电 capacitor C 乘上V C 配这个大小 就等于C V0 sine Omega T 一为分 sine是cosine Omega T 然后Omega 这是IC的值 你已经确定了 OK 好 那这里的角色 我们说IPlunk 我知道ICT OK 应该要等于I Plunk T 我这边写的是大写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 改成是大写 它才会电流是连续的 在这个回路里面 那我说 我要证明 这个IPlunk T 实际上 就是我们在这边讲的 Displacement Current Density 或者是 Displacement Current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说 我已经知道 有一个物理量叫ID OK ID是等于多少呢 在那边已经告诉我的 Displacement Current I Displace Displacement Vector 对时间的变化 Dot Ds 就是我的 Displacement Current 好 那这个部分 Round Round T D 基本上 就是一熊 E OK 所以你现在你基本上是 一熊 E Dot的Ds 这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那现在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电厂 这个电厂 就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个 Displacement Matter里面所 相关的 一个物理量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Displacement 一熊 E 基本上面 如果这个的 这个 两个平行板的间距是 把它写在上面 两个平行板的间距呢 如果是D 那我们就很简单的 我们知道 电厂E 跟V的关系 那就是 它的间距 那你把它写上去 V0 Sine Omega T 除上D 这就是我们的 Displacement Current 那 它的方向 我们可以把它 定出来 我说 直接用 这个是I方向好了 那你这个I方向 因为它是随着时间在改变 正乎符号一直在 OK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了 我这边所得到出来的结果 这边所得到出来的结果 Rong Rong T 那你把它 一双 D 分之V0 Sine Omega T 对时间为分 在 DS DS跟I I的积分 其实就是它的面积 换句话说 这个的结果 面积把它放进来 V0 D乘上A 这边只对 时间为分 Omega Sine Omega T OK 那现在 这里的C 平行板的C 是不是跟面积成 跟面积成正比 跟间积成反比 然后跟里面的借电系数成比例关系 OK 然后在层上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C的部分 所以看到这两项啊 实际上是什么 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证明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这里的I Plung啊 也就等于ID 换句话说 你很清楚的看到 电流在这里 是以IC来表示 到了 这个位置的情况 它的表现方式 已经变成了 我们的Displacement Current OK 这个Displacement Current呢 基本上面 就是这里面 在这个位置里面的 电场一 或者是 Displacement 随着时间 再改变 的物理 你这个电场随着时间在改变 所引起的一个效应 来取掉这个 Conduction Current的角色 然后再来用Conduction Current的 这个角色回到 这Source的地方 所以整路上面 虽然这里你看不到好像电流 但是 它在这个地方 是以Displacement D 就等于Israeling 1 来取代了它 那了解吗 所以 你再回过头来到这里 看到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一个事实是 这个D啊 就是等于Israeling 1啊 那 反过来就是什么意思 电场随着 时间在改变的时候 你会感应 产生时常 在上面这里 是磁场随着时间在改变的时候 你会感应产生 变场 两个关系是 一个是 电声磁 一个是 磁声电 在Mustware Equation里面 明白的呈现出来了 所以 Mustware 它 伟大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OK 它把 原来只有 电 磁声电的 关系 单向的 磁声电 它把 电声磁的关系 一并的补足 OK 这是 在这个地方 很重要的一点 反过来 接着给你们做习题 这已经上半步 我们已经证明了 这里是有ID存在的 好 那 我的问题是在这里的 我们刚刚已经讲 如果没有电容的话 那这是一个肠子导卸 OK 反正我不管 我就是 ICT是等于 这个 I 零 肠子导卸 Omega T 那你知道说 在这里面会产生一个磁场 随着时间改变啊 对不对 现在 我的问题很简单 我引进哪一个 电容 我问的问题是 这个电容 如果是一个圆形的电容 这个侧面是这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它是 电流进来 出去 这样的一个电容 那你的半径呢 如果是B 那我问一个问题 距离它R的位置 它的磁场是多少 那在这边 距离它R的位置 它的磁场是多少 OK 要有了解吗 好 好 这是 第几个 第七 第七个 实体